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梅南德兹二度被控贪污 梅南德兹和妻子涉嫌收受商人提供的现金 金条和一辆豪华车等贿赂 以参议员特权向埃及政府泄露机密情报 以保护商人垄断权 梅南德兹星期五已经面控 暂时卸下委员会主席职务 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星期五透露 梅南德兹夫妇分别面临三项刑事指控 共谋贿赂 共谋纯性服务 诈欺以及共谋公务权利勒索罪 两名当事人坚决否认指控以外 梅南德兹更誓言将与新的指控斗争 并继续征战2024年参议院选举 寻求四连霸 梅南德兹批评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而且缺解了一个国会办公室的正常工作程序 如果罪名成立 梅南德兹面对的最严重指控 最高可判处20年有期徒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号 every update 拜拜